小妹推荐我吃他们住家附近的虎尾阿玛肉园 一到发现 隔壁几家的越南美食人更多耶 马上被吸引过去 因为没有店名 大家都直接用路名上石路越南美食 不然台中好多越南美食 中午用餐时间做满满 餐点选择好多 我介入选择障碍 为了网友的推荐 来了好几次 评价好吃分量多 离家近 值得再去 越南美食地址 台中市西藤区上石路200号电话 0427082737营业时间 10点到21点宫休日 星期六 中变和酱料瓶维持得干净整齐 柠檬片新鲜又多 你看Lateau的这么多样 一个人真的有点难点 加上我爱吃越南菜 选择障碍啊 只好再来一次了 看隔壁桌上班族好几个都点炒饭和炒米馅的 好大一盘 牛腩和粉80美元第一次看到和粉搭配牛腩的 马上点下去 不是一般牛肉和粉的汤头 是有点咖喱味的汤头 味道不浓但还不错 和粉偏软一点 分量蛮多的 牛腩和萝卜块都颇有厚度 牛腩鲜嫩 牛腩鲜嫩好吃 凉拌鸡肉70美元推荐这道的拉像是一座小山的凉拌鸡肉 鸡肉丝超有存在感的 还不是像嘉义火鸡肉饭的那种鸡肉丝程度 每一条鸡肉丝都有点厚度 而且不会干 上头上花生碎粒增添层次上的口感 和朋友或同事来吃 可以点一盘一起吃 生牛肉汤50美元第二次来吃大家推荐的法国面包 来碗汤搭配 生牛肉汤好多洋葱丝及豆芽菜 生牛肉很好卖 有够厚的 每一片是其他家的2到3倍厚吧 法国面包65美元比常见的法国面包小一号 隔壁桌的女生的午餐就是这样一条 我觉得一般食量的女生吃完会饱 跟我的手比一比大小 来第二次的午餐 里面包进越南渣肉 小黄瓜 腌红白萝卜条 碗催 吃起来总觉得少了一味 原来是猪肝酱 会有差内 可能有些台湾人不习惯 不过这样就有点可惜了 生菜春卷70美元榨芽头春卷也想吃 生菜春卷三条 对半切 肉片虾子包得漂亮 他们家的生菜春卷是有韭菜条哦 知道后来有挑出来 喝 沾点酱汁大口咬下 过瘾 后来陆续又来了好几次 下午时间没有休息 是很好的午餐选择 就在7到11和明人中间道路进去 在左手边 Tilda 蓝色起是 IGBLU 119CHESC 台中中序 台中越南法国面包工艺推招牌 综合夹心面包 包口味多样 每天出炉 批发零售 台中太平平营 越南小吃太平推荐 越南美食环境干净 有冷气餐点选择多 在这里